哈囉大家好 我是Erika 哈囉大家好 我是達爾 因為我們上次呢 跟大家去野餐的時候 我有準備到我的拿手菜涼拌小黃瓜 所以我有答應大家 我今天是要做涼拌小黃瓜的教學 今天要來教大家做下酒菜涼拌乾絲 洗乾淨的小黃瓜三根 那我買的這個呢 應該算是一個比較適中的大小 兩個朝天椒 單顆蒜頭 平常買那一大袋蒜頭 六七十塊 然後我剩下放的也壞掉 其實我還不如買這種二十塊的 它上面寫 吃多少買多少珍惜食物不浪費 所以對我來說呢 其實這個比較適合我 首先呢 我們現在就是要來 切小黃瓜 小黃瓜其實呢 把它切成一樣大的大小就行了 網路上的教學呢 會先把它拍一拍 會比較好入味 那我們就先把它拍一拍吧 我來拍它 欸 這個不是那麼容易 這真的不是那麼容易 你刮刮 好 沒關係 沒有辦法拍 就先切 那大家我們聽到什麼聲音 沒錯 就是水滾了 所以呢 我現在要關火把乾絲先丟下去 我剛在煮水的時候已經先把 待會要用的紅蘿蔔 四根青菜切好了 乾絲啊 大家會好奇它的原料是什麼嗎 豆乾 豆乾 好好好 等一下 因為到時候之後我跟Erica兩個人吃 所以我想應該不用太多 一根小黃瓜大概切成四段 大概啦 只要做菜這種東西就是隨性 一樣大就行了 因為這樣子等一下醃的時候它的味道會比較平均 再來呢 就是辣椒 把它切成細末 那 細末這種事情 你知道就是大概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喜歡吃辣一點的話 你的紙紙就留在 那你如果不喜歡吃辣就把紙丟掉 把我們的材料給準備好了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要開始淹我們剛切好的小黃瓜了 好 現在差不多一分鐘到了吧 然後我要來試試看它有沒有泡得夠軟 因為其實不管食譜說要加多少料 或是要幾分鐘什麼的 我都會就是試個味道 試個軟硬度什麼的 不用自己的嘴巴判斷一下 喔可以了 非常好 快快快 我現在要過冷水 現在加了冰塊 還有可以喝的 水 然後把乾絲繞進來 OMG 那我讓乾絲非常的Q 你看 Q 堆堆堆堆Q 就把它冷卻一下 好 這樣要冷卻的時候呢 我們繼續把火給開起來 這樣很快就滾了吧 就是我剛剛切好的芹菜和紅蘿蔔吃 我把它丟下去滾一下 要不讓它滾個 兩分鐘左右 那等一下我會先用鹽淹過它之後 它就會出水 出水之後用開水把它稍微洗乾淨一下 再重新來做調味 那我們就大概 放個水性量吃好不好 量吃半 量吃半的鹽巴 健康滴奶鹽 大家要吃健康喔 吃太多糖會胖喔 所以我還是用傳統的用鹽來醃它 這叫什麼 是殺青嗎 我媽媽都這樣教我的 這道菜也是我媽媽教我怎麼做的 等一下它出水之後呢 再用開水把它洗一下 我們就可以開始調味了 調味就非常的簡單 簡單到不行 簡單到嚇歪你 各位觀眾 我剛剛發現啊 其實用大火不用兩分鐘就好了 差不多一分鐘 現在先把水 濾掉 好我們把濾起來的紅蘿蔔跟芹菜啊 用冰水過一下 我剛剛已經先把豆干絲撈起來了 好可以了 把它丟到豆干絲裡 接下來就是要調味的時間啦 你看現在裡面有豆干絲 跟芹菜還有紅蘿蔔 我剛剛切好的 蒜頭 不要掉下來拜託 蒜頭跟辣椒末 醋 好好吃 多吃醋對身體不健康的 跟糖 因為我沒有那麼多時間 所以我剛剛就已經把它給洗乾淨了 嗯 它還是有一個瓜味 好沒有關係 雖然還有瓜味 但是我們還是 直接來做調味吧 沒辦法 你知道小女子有點忙嗎 那我們就把 我們剛剛切好的一切 蒜末 跟辣椒末 全部都掃下去 醋就是一個隨性的概念 你知道 想吃多酸 再加多酸 這道菜就是一個 邊做邊試吃的概念 反正就是到時候吃一吃呢 大家都沒得吃 然後再把它拌均勻之後 我們再試吃看看味道 就行了 哇它現在只剩那麼一點點耶 但我相信我這樣做應該 熱量是會比外面賣的低 因為外面一定還會再加麻油 而且它糖不會像我家這麼少 因為我這是比較偏鹹的 不是甜的 請試看喔 我覺得很好吃耶 我吃完了不用再試味道了 這樣非常的棒 推進給你們 夏天吃的時候非常適合 而且非常的 下酒 首先 糖 一小湯匙 一小湯匙 喔 一小湯匙 下去 鹽 一大湯匙 差不多三小湯匙 尤其他不要打我 太鹹了 再來 涼拌乾脂 最重要的 就是香油啦 聽說香油要下整整的 四分之一瓶 而且香油會決定就是這個涼拌乾脂 到底好不好吃 而且我這隻香油啊 是買全素的 所以素食 吃素的也可以吃喔 夠了 好鹹 四分之一瓶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吧 好 再一點 最後的最後 可以不要加辣椒 可是我想要吃辣椒 然後有的人會加蒜頭 然後呢 我兩個都想要說 我很聰明的 找了一個蒜蓉辣椒 全部給它加下去 用手 拜拜 你看 看起來很好吃耶 超好吃的 我的天啊 超級好吃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訂閱 還要按通知喔 然後喜歡的話幫我們按個讚 還有臉書的按讚 下面留言分享都會回覆的 謝謝大家掰掰